在今天傳出 他們這個城中店 只要到6月底就要熄燈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租約到期 房東也沒有在續約 這邊就即將要全場熄燈號了 其實慶雪你看 這個老字號的金石棠 他這樣看起來都還保留著 那種青春記憶很懷舊的風格 對不對 對 而且這棟建築物 它其實是一棟老建築物 金石棠已經在這裡營業有34年 它1983年的時候 就在這一個位置上面 開啟了城中分店 金石棠的城中分店 那麼這個金石棠的城中分店 在這裡經營的情況 其實說實在的非常的不錯 包含了三層樓 全部都是金石棠 而且它是在三角窗的一個位置 距離總統府也非常的近 它位在重慶南路上面 金石棠已經撐到了最後一刻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過去這裡曾經是書店一條街 那麼這個書店一條街 陸陸續續有許多的書店 全部撤出了這書店一條街 後來變成了商旅 所以昨天晚上其實金石棠 宣布他們要退出這一個書店一條街的時候 很多很多的書迷都大喊說 不要變成了商旅一條街 非常非常的感傷 大家都說再見了我的青春 真的 而且為了好好的跟大家做告別 金石棠還特別寫了一封信給所有親愛的讀者 他說34年往前推算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了 扎扎實實從年頭算到年尾 34年在這邊的日子 曾經這裡是日治時代 台北城最繁華的本丁通 就是重慶南路 還有榮丁通 衡陽路 陳中殿在這邊 見證過這整條書店的繁華 而大家沉浸在書店的知識之海 這是一種安心踏實的感覺 只是剛剛慶雪提到 其實這一帶是所謂台北很有名的書店一條街 而且書店就是會跟著補習班走 補習班在哪裡 書店就在哪裡 而補習班跟書店多的地方 其實青春 學子也很多 像我們蔡總對重慶南路這邊書店街就很有感覺 對啊 青春不在 但是浪漫已經成為過去的這個回憶了 其實四五年級 甚至六年級的前半段 他們共同的回憶就是說約會 難你的約會 因為台北火車站 像那時候我太太那時候還有女朋友 她從基隆過來 然後就出來 出來的話我們有約會的SOP 一下子馬上去看西門町看電影 或者中華商場 中華商場那時候沒有拆掉 很多的美食在那個地方 這樣太沒氣質 我們會約在重慶南路的書店之前 好 對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看到 約會的男女手上可能有一兩本書 買了書 然後再去吃飯看電影 所以有一個畫面非常浪漫 有時候你看到那個白衣黑群的女孩 在那邊書店看書 那個畫面很美 很多人就會傳那個紙條 想要認識那一個 還有更多的是怎麼樣 常常我經過看到那個書店裡面 就有那個女生 剛買了一本書 就放在這個地方 看書迷還要對著外面 你知道什麼嗎 韓祖 什麼 那時候沒有手機 沒有網路 筆友 從來不認識 寫刑的筆友 那 好 我現在筆友 我要跟韓祖見面了對不對 那總是要有一個暗號 就去重慶的這個南路的書店 買了一本書 也許經濟邪蓋藥 就是他 有的人啊 我發現站很久 都沒有下文 那就有人躲在那個地方看 跑票 你知道喔 你知道這個名字 跑票 我猜 我猜 對... 就可能也許以貌取人嘛 對這個外貌不滿意 就沒有出現 所以那個地方老實講 我還有一點感傷 我覺得這個很多人浪漫的記憶 就永遠不在 其實過去的話 資訊傳達沒有那麼方便 那現在當然資訊非常的快速 那所有的人拿了一個手機的話 他其實要查資料 要看東西 其實基本上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過去的話 資訊傳達不方便的情況之下 他們只能到這個書局去 到書局去去找一些資料 或者是看看書 甚至是國外的書籍 甚至它提供了非常多元的一個 資訊的一個交流的一個管道 包括蔡總所說的這個約會 也在那邊 就是本來覺得說是帥哥的話 我就拿那本經濟學 是醜男的話 我趕快換一本小叮噹就走過去 不是拿玫瑰花嗎 但是剛剛韓主有特別提到 這地方的話 其實臨近於這個補習街 補習街這邊學生就非常的多 不只是補習街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這旁邊 南跨了台灣的兩大學府 一個是北女 一個是建宗 反正旁邊全部都是校區 但是老師 為什麼它會變成書店一條街 除了學生很多之外 另外這邊還有什麼特色 其實很簡單 像以前我有在別逆教書過 我自己買書 買了好幾個七位書 我自己寫了100多本書 所以對這邊書店滿有了解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最早規劃 這邊是日本人居住的 所以很多新玩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年台北城 大概兩三百家店 包括什麼 以前的我們所講的 你假如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話 包括以前我們說新高堂 都是所謂教科書的販賣店 到戰後的話 繼承就是我們所講的 我們很有名的所謂的 中正書局 正宗書局 正宗書局你看以前的舊照片 你會發現 它裡面都寫什麼 包括東方出版社或正宗書局 它寫說學生優良讀物 現在在場的或是收看電視 大概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你假如考試好一點 爸媽都會來這邊買什麼 亞森羅平或是做美食 爸媽約會其實會去哪裡 火車站進來有一個綠彎餐廳 我們蔡總可能以前就聽過 旁邊有一個很有名的三葉磚 過來很特別 進去之外除了買書之外 很特別會坐著看書 但是以前很多中南部來的 或是台北很多很窮的 書店界還提供什麼 很多話報它 你看很多小朋友就在讀書 反而你看我們從清朝 日本時代跟我們戰後的 整個舊照片 你可以看到早期整個台北城內 跟西門町 哈布隆通 包括南山路加起來 大概有四五十家書店 那書店很重要 因為中南部難得來台北一探 它假如火車是三點的話 它可能兩點的時候 它就會先去灌書街 買一些書回去 因為當年全台灣所有的書店 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重慶南路整個從以前的本町 日本總督府在這個地方 老師給我們畫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在哪邊 介壽館就是現在總統府 重慶南路對不對 你看它旁邊又寫一個 你看北英女在這邊 然後總統府在這邊 對 總統府在這邊 那這裡面全部都是重慶 你看這邊寫正宗書店 正宗書店 金石堂就是在這個位置 假如日本時代的地圖 你看金石堂 它以前那個地方有沒有 幾乎都是日本的新玩意 包括喝茶店 咖啡館 或是賣我們所講的西服店 所以城裡面幾乎都是我們所講的 新玩意的所在 但連能讀書其實就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灌完城內 他就會去中華商場 西門町整個 所以現在包括 我下午還特別去文化局開會 文化局裡面還有一個 金石堂的第一代員工 他就跟我講 報紙賣出來對不對 他們最近會把第一代的員工 召開會議說 到底我們可以對母公司 在做一些什麼 我們所講 貢獻或幹嘛 很多員工都已經退休了 他們覺得還一意不捨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地方每天部長 總統都會路過的 路過 我也相信小英跟 我們部長以前 因為鄭麗君布萊協 也是讀北印尼的 幾乎都有在這邊看過書 你吹習登號如何讓他 可以重新復原起來 而不是只有開旅館或文創店 這個地方是老台北 而且講一個最實際 我們二十幾年以前調查 那個老書店 以前二樓跟地下室 犯了好多 以前還未知名的文學家的手稿 包括周夢店跟黃春明的手稿 現在都還在那邊嗎 以前很多書店的時候 因為以前沒有電腦 他都用手稿寫 寫完之後他們很特別 拿了稿費之後對不對 他們拿到了人生的 第一份稿費都去哪裡 明星咖啡喝個咖啡 或西門町喝個咖啡 因為文人如果沒有喝咖啡 第二份就寫不出來 所以很特別 這個地方就是整個創在一起 包括我們前幾個月過世的 李堯大師有沒有 最早開的很多那種檔外的雜誌 什麼都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給大家看這個 我們只是看那個 所謂的門面上面 也就是說我們經過那個重慶南路 我們就經過了東方出版社 經過台灣商務所 然後經過看到了一堆的參考書 可是你有沒有走過 它的二樓跟三樓 我前不久曾經走到了 它的二樓 三樓 甚至是四樓的時候 我才發現其實那裡 還有很多很多的老書店 依然屹立在那邊 那些書店其實賣的 都是特色的一個書籍 包含了你如果要買鋼琴的樂譜 有樂譜的出版社 有樂譜專門的書籍 然後你要買那種手工編織的書籍 那邊也有 也等於是說 你在這邊其實可以找到非常多元的 包含了政治黨外的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過去在這裡的話 其實孕育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思潮在這裡 為什麼院長 部長他們都有來過 因為那個三民書局 賣了一萬多本各種的黃皮書 以前就是高譜考要用的書 還有以前我們大一所有的共同科目 全部都要讀這些書 所以這個歷史只是說補充到這邊 好 但是我問一下老師 這以前金石棠的城中店的話 以前是幹嘛的 它的34年以前的話是怎麼 34年以前 你假如看那個老照片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1920年代 蓋的大正時代的建築 那三個棠 就日本時代 你假如看我們剛剛的舊照片 清朝的時候都是木造 日本人後來發現 1911年這邊城內發生很大的颱風 所以就把城的天后宮拆掉 開始規劃博物館開到總統府 更特別的 整個博愛路 本町 橫陽路 隆町 我們重慶南路 全部做再造 再造過程中 都引進日本新的玩意 包括全台灣第一家資深台 也開在這個地方 全台灣第一家咖啡館 也開在這個地方 全台灣第一家可以喝 那個買到什麼 森永牛奶潭 也是在這個地方 還有百貨公司 全台灣第一個什麼 各種的鐘錶儀器 都在這個地方 還有現在還在的局員百貨 但現在時代變了 大家有手機了 而且除此之外呢 現在很多消費群眾 他們的模式也改變了 所以除了說我們的補習街 書街變成所謂的商旅一條街之外 其實我覺得老書店 他們想要繼續的經營下去 變成百年事業 他必須要轉型 他必須要變得年輕化 他必須要知道 現在的消費者在想什麼 就好像剛才 其實慶雪你有提到 我們除了看書之外 我們還要喝杯咖啡 或是我們還想要 有什麼其他的附加價值 說是來做個手工藝品 其實就是書店 或是所有的老字號的產業 他們要一步一步去做的改造 尤其像剛才我們講到 這個金石棠這家陳中店 34年了 這年紀可能比上華都還大了 對不對 上華還很小 年紀也年輕 所以上華就來帶我們看看 到底現在的年輕一代 大家到底對書店 我們其實對他們有很多的期待 他到底要帶給我們什麼 其實鑑爵哥 韓主你們知道嗎 就是我們去書店 通常就是要看書買書 但是我之前到高雄博二 去旅行的時候 發現有一家書店非常的酷 我一進去的時候 我想說這裡是怎麼了 是停電了嗎 What happened 就是裡面你知道烏漆嗎 還有什麼都看不到 大概隔了一陣子之後 我眼睛慢慢適應了之後 我才發現有書 在這個書架上面其實 是排滿了書的 然後它好特別 它是有一盞小小的燈 就只有打在那個書上 所以你如果想要看那個書 你要過去真的是就著燈光 很仔細的去看 才能夠把這個字給看清楚 這是書店嗎 對 你就覺得 它到底是要幹嘛呢 抑鬱為何 但是其實它很特別的一點是 老闆它是想說 其實你進來以後 你雖然覺得很暗 但它的重點是 你在黑暗當中 你雖然看不清楚東西 但是你反而更能夠看清楚 你自己的內心 所以其實它的感覺就是這樣 要讓你進去 除了是要看書 更要跟心靈對話 但是清水跟你有沒有那種感覺 其實在這種昏暗當中看書 很像小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時候就是 爸爸媽媽不准你看什麼 愛情小說 禁書 你就只要蹭不是大流動 對 漫畫 然後爸爸媽媽進去睡覺 就趕快躲在那個被子裡面偷看 它就是要讓你 有那種感覺 很懷舊 所以我覺得這家書店 滿任性的 因為弄得暗磨磨 而另外一家 在日本營作的 這個叫森岡書店 我說它非常的傲嬌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在這個地方 其實寸土寸金 所以大部分 如果在這邊開書店的話 你一定會想說 我要賣越多的書 賣越多的東西 營收才會往上對不對 可是這個老闆 他一個禮拜只賣一本書 就是那一本書沒有別的選擇 這樣真的會賺嗎 很特別對不對 他的概念就是覺得說 現在的這個出版業 太五花八門了 什麼書都有 可是我們常常去書店的時候 你都不會很仔細的去看 就是走馬看花 隨便翻一翻 那今天你看 他只賣一本書 你說它會不會賺呢 所以他一定要很精心 挑選一本他覺得最棒的書 推薦給客人 對 所以老闆會很用心 那你想喔 今天我客人 我到這裡來朝聖了 我是不是會覺得說 我好有緣分喔 他一個禮拜只出這樣一本書 我剛好就在這個茫茫書海當中 我就遇到了這本書 你也會特別用心去看待它 是不是 而且重點是啊 他其實不是只有說 只賣這本書的這個 只有這樣把它紙本化 他其實還把這個書立體化 像是他有時候 他買了有關 比如說一本盆栽的書好了 除了這本書 他旁邊還會擺滿了好多的盆栽 讓你看到 然後你看到這個盆栽 你覺得不錯的話 你就可以連同書和盆栽 一起帶回家 所以他等於是把那個書 當成是一個策展的一個空間這樣子 對 一半是書 所以是把它 就是把所有的Focus 把所有的焦點 放在這一本書上面 我覺得日本人就很流行這種 所謂的一期一會 一策一世這樣子的概念 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心思都可以花在這上頭 而且其實日本有趣的書店 我記得其實不只這種 我們常常會選出一些 最美書店 不管是在台北的也好 在日本的也好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 隨著時代改變 然後繼續抓住大家的目光的 再有氣質沒人欣賞沒用 因為現在有消費能力的年輕世代 走進書店要更多的東西 所以現在流行的是 複合式的經營 我們來介紹 這是日本的Sutaiya 鳥屋書店 你看它一進去的話 這裡頭是原木的布板 一整面的這個書牆 問題是對一個消費者 除了坐在這個地方 看書 買書以外 還有什麼 像年輕世代 他可能走上去 喝杯咖啡 吃個東西 這個鳥屋書店 也進來了我們台灣 因應這個變化的話 其實它也改變了 你看在日本的話 他可能在高價橋下 不經歷就出現了一個轉角 就日本 但來到台灣不一樣 來到台灣的話 第一家店開在新計劃區裡面 一個百貨公司裡面 裡面的話你不用到日本 一萬多冊的日本雜誌 書籍 都買得到 剛開始他在搭售一些文具 這個就複合式的經營 後來第二家的話 開在松山車站 不一樣囉 進去的話 那就可以怎麼樣 喝個咖啡 吃個餐飲 豬排也有 義大利麵也有 這個優惠不一樣 好 現在最新的一家 開在台中的七企 因為你在百貨公司開書店 人家百貨公司 十點就關門了 那我有一些夜貓子 我有一些年輕人 對不對 不再像當年 我們約會只有吃飯 他可能晚上 也許營業到半夜的三點 年輕人在什麼 把他當夜店 在那邊喝酒 所以變成鳥屋書店來到台灣 他晚上賣酒了 這個營業時間也可以拉長 這個就是複合式的經營 但是他其實有展現出了一個 鳥屋書店特有的一個風格出來 他的光線的穿透性非常的強 你甚至看到他的那個 整個的店面 我們講說他的一個書店 那個整個的店面 他其實是希望你去閱讀他的 就是說他放在那邊 他就不管你 他就是讓你去閱讀 但是他也賣了其他的 這些文具 可是成品所展現的風格 到底是什麼 菁姐 我們看這一句話 到服裝店培養氣質 到書店展示服裝 這是在90年代 中興百貨的一個文案 中興百貨就是把成品 引到百貨裡面 你看 他變成了一個生活的風格 對不對 態度 所以早年的話 我帶小孩到敦南的成品 大概就真的是買書 但後面發現 書越買越少 但是在成品 這個裡面有其他東西 可能買醬油 買衣服 買各種的文具 甚至家具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成品 現在很多 大陸的光客來台灣 不是只有101 故宮 都要到成品去朝聖 看到這個生活的態度 24小時不打烊 而且這個裡面 裡面呈現了一個什麼樣 建築的風格 大家有沒有去蘇州這個成品 蘇州成品 那真的是海外地價的成品 遙人喜建築師 他用蘇州鄰遠的風格 那不一樣 融入了當地的那個建築風格 所以他不是一個生活的型態 也是一個藝術的建築的展現 Horseman 與你不一樣 屋風格 有一個魅力 那是個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